30秒学会一个人工智能副业 今天我们用AI捉肩 这个其实很简单 简映里边就有这个功能 在简映里边随便输入一行文字 然后找到朗读 然后选择事先定义好的自己的语音就可以了 怎么样学会了吗 工具没有好坏 看你怎么用了 我这里整理了2024年 普通人创业应该避开的坑 有了这张清单 你最少少交几万块钱的学费 接下来我会持续更新这里边的项目 还有什么问题 自行问我